Hello 大家好 我是豆豆 上周我们发布了军事答题活动的预告片 大家都很关注 很多网友在我们中国军网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 我们先来看一看有哪些热门留言吧 网友方草碧连天说 官方来给我们科普军事知识 真是太赞了 网友会飞的鱼说 平时就很喜欢看战争片 我感觉满分不是问题 网友铁钉子说 努力答题 奋勇争先 不难看出很多网友都准备撸起袖子大战一番 那我今天先来考考大家吧 请听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确定土地革命 和武装斗争方针的会议时 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8期会议 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选项是A 很多朋友都喜欢看抗日战争相关的电影和电视剧 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是什么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战役 因参战兵力达105个团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百团大战 它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 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满南事变后由谁任代军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哪 我党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是在什么时候 更多军事知识 敬请关注中国军网推出的大型军事知识竞赛活动 长知识加神秘惊喜 不要错过哦